人人都知道时间是宝贵的 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 我们知道时间在英语里是time这个词 那么与time有关的词组自然就和时间有关了 现在我们就来学in-time和on-time这两个端语 in-time从字面上看是在时间之内 那也就是及时的意思了 例如 如果你快点走 你能及时赶上最后一班车 再看on-time这个词组 就更好理解了 按照时间就是准时的意思了 比如 the train arrived on time 火车准时到达 这个人是在前方的手中 这一段时间就会继续 这个人是在注意时的手中 那一段时间就会继续 所以就会继续 百分之一 像这么多人的一段时间就会继续